大家好 接下来呢 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去ChatGPT飞书 来为自己的飞书租户 去创建一个ChatGPT机器人 那你可以跟着我这个视频操作 也可以选择查看下方的文字教程 然后基于文字教程来进行操作 首先你需要做的是 在飞书开放平台的后台 去创建一个企业自建应用 这里呢 我之前已经创建了ChatGPT和ChatGPT2 那接下来我来去创建一个ChatGPT3 作为我们这一次演示的应用 刚好呢 也带着大家去走完一个完整的流程 让大家明确说 那我在这一步到底是要做什么 以及我需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应用 点击 然后输入我们的应用名称 这里我们把它的名字叫ChatGPT3 应用描述呢 我们也叫ChatGPT3 你的机器人呢 叫什么不重要 但是呢 你需要记清楚你的机器人的名字 因为稍后我们会用到这个名字 创建完成以后 进入到应用的详情页 点击凭证与基础信息 点击综合信息 我们给它上传一个头像 不然一会儿没办法发布版本 这里呢 我随便选择一张图片 对吧 又不是不能用 然后点击保存 我们现在就完成了一个 它的应用的图标的展示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 开一个本文件 来去放我们的这个 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比如说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AppID 存一份 还有我们的AppSecret存一份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们稍后会用它来去发送消息 完成了这个AppID和AppSecret的配置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开启机器人能力 到这里可以把机器人能力给打开 打开完成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是 是给我们自己准备一个运行室环境 这里我使用的是Aircode 你可以访问Aircode.io 然后登录上去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创建一个ChatGPT3 这里呢 你和我一样选择nodegsv16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创建 我们来创建一个全新的项目 创建完成以后呢 我们等待它有一个加载的时间 会稍微有一点点慢 可能是因为我刚才我一直在测试 然后把它资源都跑完了吧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它创建完成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 去把我在项目当中 已经给大家准备好的代码复制并粘贴过来 你进入到event.js以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复占钮 这点击复占钮以后回到aircode 然后全选粘贴 然后这个代码呢 就是现成的 接下来你只需要点击上方的deploy 比如说我们叫init 对吧 我初始化做了一次部署 然后你可以切换到deployment 这里面去看它的部署状态 或者是在下方去看它的部署状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等待它的部署 部署完成以后 你在deployment里面会看到说 你现在的部署已经sixize了 已经成功了 然后在下方呢 也会展示到对应你这个版本信息 已经成功了 那么这样就说明我们的代码 已经完成了 代码完成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去安装一些 我们这些代码运行的 所需要的依赖 这里呢 我们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非书官方提供的sdk 就是这个node sdk 一个是exos 我们用来去向openai的服务器发送请求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复制exos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这个输入框 它会自动帮我们查询最新的版本 然后我们点击加号 就会帮我们去安装这个包 类似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复制上面的node sdk的版本 我们先等待exos安装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来安装这个非书开放平台 官方提供的这个sdk 好 现在exos已经安装完成 我们用类似的方式搜索 等待它自己去安装 我们可以在下方看到这里面 有相应的安装的提醒 好 那现在安装完成以后呢 我们执行一次部署 来确保我们的相关的安装呢 已经生效了 然后这里我们写 add exos and facial sdk 当然这个trangelog你可以不写 就是我写在这里是为了方便 我后续去记录我每一步做什么 当然你也可以就按照我一样 跟我一样 然后你就去写这个具体的信息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这个第二个版本也已经部署成功了 那部署完成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下一步 就是配置我们的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呢 这里面主要配几个 第一个呢 叫appid 这个呢是我们飞书的开放平台之工的这个appid 你需要注意的是它的case全大写的 所以是appid 然后我们把value粘贴过来 是我们这个cli开头的应用id 以及类似的我们还需要一个大写的secret 然后我们把这边的secret呢也粘贴过来 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一个变量叫bot name 这个呢是我们的机器人的名字 我们需要回到机器人的总览这里复制这个机器人的名字 然后回来呢把它粘贴在这里 粘贴完成以后我们可以点击deploying 然后add in v 我们来去新增这个环境变量 那么这个环境变量呢 稍后将会用来我们去做飞书的发送消息 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去回复我们的时候 它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去给我们发回复的 所以我们是会用到这里的信息 然后配置完成以后呢 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生效 OK看起来它是生效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访问这个open API openAI的他们的这个platform网站 你可以在我在项目的readme当中找到 我在项目当中其实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相应的链接 你点击链接就能够找到对应的信息 比如说在这里 对吧 点点击 然后用你自己的openAI的账号登录以后 你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界面 点击create new secret key 然后呢你会生成一个新的secret key 然后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重新新建一个环境变量叫key 然后把这个我们刚刚拿到的key 粘贴下来 然后再次deploy 然后部署我们的环境变量 让它呢去产生对应的效果 好 现在部署成功了 我们可以在deployment当中看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到开放平台上去配置全线 那我们打开废数开放平台 找到全线管理 然后找到消息群组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scope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搜 比如说IM message 比如说我们现在首先要添加message 对吧 那这个我们是要开的 group at message 也是我们要开的 还有group at message read only 以及p2p message p2p message read only 和有一个p2p message read as bot 好 那这里呢 我们一共要开通六个全线 然后我们点击确认 并前往创建应用也可以 或者我们直接点击确认 我们先点击确认 然后稍后呢 我们再去创建应用 把全线都申请开通完成以后呢 我们需要去配置一下我们的时间回调 点击左下角的时间订阅 然后呢回到我们的aircode去复制 点击这里来去复制这个请求地址 然后点击请求地址配置 保存 等待呢 它会发送一个验证的请求 发给我们的服务器 当然这里面呢 因为我这个aircode 它是一个香港的服务器 所以它会比较慢 我们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去多重视几次 确保它的请求是正常的 我们自己也可以访问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一个正常请求的 好那现在它是正常的呢 我们可以再保存试一下 好我们现在看到呢 它已经保存成功了 这个呢就说明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请求地址的配置 接下来我们点击添加实践 在消息和群组当中呢 你会找到 接收消息的V2.0版本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实践 并点击确认添加 它这里呢会提醒我们说 我们还需要补充一些权限 这个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去选择版本 发布与管理然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版本 比如说我们就叫0.0.1 对吧 然后我们填写一些备注 并点击申请线上发布 这部很重要 你一定要记得点申请线上发布 然后我自己呢本身也是管理员 所以我就会 我就在我另外一个屏幕上来去 把这个应用给通过审核 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等其他管理员帮我审批了 对吧 会让大家这个视频整体短一点 大家稍等我几秒钟 让我把这个应用呢给审批通过 审批通过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查看它的效果了 好 现在可以看到我这个应用已经发布成功了 发布成功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在这边可以刷新一下 对吧 它已经发布成功了 发布成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开应用 它就有这个拆的GPT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说 比如说我们发个个文字 飞书怎么样 我们看看它会给我们返回什么结果 在这个时候呢 你其实可以切换到aircode这边 然后查看logs 在logs当中呢 你会看到它这里面会有一些 不管是报粹 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输出 这些信息输出呢 是我们对应的一些 使用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这个里面 它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变量没有生效 就是我们刚才输那个k 我们给这个k没有生效 所以它导致的报错 所以我再输一遍k 然后把它部署生效 然后等待它安装部署成功 好 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会出现在这个列表里 好 现在出现这个列表里应该就是正常的 我们可以再发一次 飞书怎么样 然后呢 我们回到log这里 可以看对应的结果 因为这里面的结果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说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比如我现在看到 他说他还是提醒我这个token是拿不到的 所以这里面很有可能是 这会儿呢 他们这个功能有一个刷新啊之类的 我们可以多部署几次 确保我们的这个已经配置成功了 估计就是这个aircode的这个功能 现在稍微有点小抽风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等它一下 等它部署成功 然后我们可以再发一次 看看能不能正确的响应我们 好 然后我们看到 现在呢 这个已经能够有一个大概啊 基本的处理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他就已经给我们一个返回 这样呢 就说明你已经配置成功了 总体来说呢 其实如果你跟着这个教程 你去配置 它是非常快的 你可以看到 我虽然花了12分钟 但我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 再去跟大家去做一些讲解 那大家自己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更快 包括你可能配置的时候 不会遇到像我刚才说 那个环境变量的抽风的情况 所以这些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 然后包括可能自己需要一个 OpenAI的账号 然后注册一个这个aircode的账号 搞一个非识开放平台应用 你就可以跑通了 当然如果你对于这个项目的具体细节感兴趣 或者希望能够参与贡献的话 我的项目当中也去补充了一些comment 你可以基于这些comment来去做相样的优化和迭代 对 好 那我们的这个教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拜拜